Hello,大家好,我是小冠头 今天要分享我的学习心得 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常常会遇到很多困难 不管是国语还是数学,我都会先预习 在国语方面,我先会读课文 多读几遍,自然而然就背起来了 妈妈就会帮我拍成影片 这样的话呢,我们出门的时候随时都可以复习 接着我会先看一下生字 比较难的字,我会先试写几遍 数学也同样,先议习题目 有算错的,就要仔细了解错在什么地方 如果是不会的,就要问爸爸妈妈或是请教老师 这样老师在上课时,我就会比较容易吸收 学到更多东西 回家后,我也会写评量复习 如果我评量错了的话,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就是不会写和看不懂题目的意思 第二种就是粗心大意 马虎,看错题目的意思 和心没有静下来理解题目 所以一定要集中精神和注意力在题目上 题目要仔细读 心要静下来 不要想其他事情 而且一定要专注 写凭两句,我会提醒自己 用心细心专注地写 遇到不会的题目时,我会想空着 等写完其他题目后,我再想不会的那几题 我也会检查其他题目 免得会有漏写或者是写错状况 所以我觉得细心非常重要 这样才不会把原本可以答对的题目给写错了 白白错失得分的机会 这是我其中国语的考试卷 我这一题写错了 因为这一题应该是写哇 我写成哇 这一题我实在是不懂 所以我才写哇 经过老师讲解之后 我才知道这应该是要写哇 所以就被老师扣了一分 这一题我也是不懂 这一题我也是不懂 应该是要写中 但是我写成生 因为我看那个生是写注音 所以我就写了生 也错了被老师扣了一分 所以加起来就是扣两分就变成了98分 这个实在是很可惜 这个是我的其中数学考卷 这一题我直接没有写 这就是我最大的缺点 马虎 老师就给我扣了一分 这一题是应用题 妈妈最担心的题目 结果我还是错了 这一题的分数很贵的 我错的原因就是 我没有用心理解题目的意思 就直接马虎的写下去了 就被老师扣了5分 很可惜 这个数卷加起来 就被扣了6分 变成了94分 非常非常的可惜 所以在准备期末考的时候 我就特别注意曾经犯过的错误 最后总算有了收获 这是我的期末国语考卷 满分 这是我的期末数学考卷 也是满分 我很开心 我的努力终于有了收获 谢谢爸爸妈妈和老师对我的教导 希望我的分享能给大家有所帮助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拜拜 接下来